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第五天的東北行程 先去吃個早餐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在等待八點半呢 會有個軟輪馬車的一個小活動 那這個活動是必須要自費 那一樣是上他們訂房網站 然後去進行加工 必須跟他預約時間 時間到了就在大廳等 那待會呢會有人員會來帶你 車上呢是非常的溫暖 然後外面冷冷的風吹進來 感覺非常的舒服 車上也可以吃甜點 然後配綠茶 然後這裡還有魷魚在烤 可以聞到濃濃的魷魚的味道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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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日幣 全場大概20到25分鐘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好 再見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先給大家room 2 了一下 洗手台 然後浴室 有一缸 摸浴爐 洗髮爐 然後廁所 兩包備品 還有毛巾 還有個冰箱 兩個大面床 中間呢是一個茶几 然後外面也有沙發 熱水壺 好貴 然後這是今天的浴衣 他給了三件外套 從外面看進去大概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啊 這個深厚 這個雪很誇張耶 可見這裡的雪量真的是不得了 屋頂上面雪的厚度都非常的火 剛剛還看到一輛車 幾乎被掩埋了三分之一 很驚人耶這裡 我們看到前方 就是石河田湖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 石河田湖 你要上去喔? 可以上去嗎? 上得去嗎? 小鍋我們上 小心啊小鍋 你確定要上去 小鍋拜拜 小鍋我怕你進去出不來啊 這裡非常的空曠 也沒有什麼車子 然後人也非常的少 整個就是非常的悠閒 也很安靜 哇嗚 哇這個 非常的壯觀耶這裡 太可愛了 他說頭上注意 好像正在融化耶 帶大家進去看一下 這是門口 看看這上面 都是雪蓋成的 太可愛了 根本就是雪人住的啊 第一次看到這種雪霧 很特別 那邊有打燈耶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熱鬧的地方 這名字還滿長的 石河田湖東霧魚 石河田湖東霧魚 一個人進場大概300塊 然後會有100塊的優惠券 有兩個 OK 大家都 那就是他們的暖暖包 然後還有100塊的優惠券 天啊天啊 剛剛經歷一段 香蕉船的體驗 雪上的香蕉船 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我們現在還進入了未定 它的速度也算是非常的快 雪上其實有做一些坡度 我非常刺激鳥 會被快彈出來一樣 然後這裡可以租借那種 那算是游泳圈嗎 就是橡皮艇 橡皮艇吧 我也不曉得是什麼 然後租借這個 可以去玩那個溜滑梯 從那邊溜下來 Kawaii 耶 呵呵呵 非常好玩這個地方 有動態 然後也有靜態的 那香蕉船呢非常的刺激 那香蕉船呢 香蕉船呢 可以在這邊坐住 撿了齁 從溜滑梯溜下來 嗚 嗚 我覺得我們有點來得太早了 因為感覺這是晚上的活動 那如果是晚上來的話 應該會更漂亮 所以我們兩個決定 晚上再來拍 天啊不得了 非常壯觀 這麼接近 死河田湖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去找一個 英語的一個雕像 話說 要傍晚的時候來拍 是最美的 欸 到了耶 在這裡啊 怎麼這麼突然 給大家看一下 遺女的雕像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那這間飯店呢 一樣是一泊二食 所以有包含晚餐 跟早餐 好 我們做了飯店的接駁車 又來到了我們下午來的地方 待會兒就帶大家進去看一下 晚上跟白天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喔 然後在這裡 哇這人真的越來越多了 這次要來喝冰杯 要用這個冰杯來裝酒 I feel the ground when it's easier to find you Yeah! 這是我的蘋果汁 蘋果是冷凍的蘋果 好純的蘋果汁 老闆說這個蘋果是可以吃的 好酷喔 喝到啦 這我沒到 太冰了啦 非常特別的一個喝酒的方式 然後在這個雪屋裡面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體驗 好啊 這裡就是他們的屋台 台灣所謂的小吃炭 這裡賣了很多東西耶 都是一些日式的東西 然後他們都有一些小店面 可以在裡面休息 好冷喔 這真的天氣 然後吃點熱熱的 待會的八點會有煙火秀 我們就期待一下煙火吧 好 為甚麼 我們要把嘴巴放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